難怪白鎖成會被交出來 原來 米昂來已經四面楚歌 不得不認清現實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嚴肅君 歡迎收看嚴肅君論評 今天我們論評的主題是 緬軍節節敗退 米昂來四面楚歌 此時明白 中國的話不能不聽 緬甸最近傳來了幾個消息 確實是大快人心 1月30號 緬甸警方依法向我國公安機關 移交了白鎖成 白鷹艙 魏怀仁 劉正祥等 10名緬北重大犯罪嫌疑人 白鎖成是誰呢 他曾擔任國感自治區主席 是當地的一把手 也是緬北四大電炸家族的領頭羊 去年12月10號 中國公安部曾發布他的懸賞通緝令 當時通緝令一發 全網震撼 紛紛期待這個最大電炸頭目的落網 結果一周兩周過去 鳥無音信 於是有人開始質疑 以白鎖成的能量 中國真能輕而易舉地將它捉拿歸案嗎 事實證明 不管逃得多遠 也不管它能量多大 在當地多有勢力 和米昂來的關係多好 只要它手上沾了中國人的血 就一定跑不掉 既然白鎖成已經落網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探究那個問題了 為什麼在通緝令發布50天後 緬甸警方才將白鎖成等人移交給中國呢 在這期間發生了什麼呢 其實早在中國發布通緝令的時候 白鎖成等人就已經被緬甸軍政府給控制住了 當時不交人 於是這些人干系重大 和緬甸軍政府之間有密切的往來 該消滅的證據要消滅 該處理的人也得處理 而且這些人本身也有油水可炸 另一方面 緬甸軍政府對各地戰況仍有期待 認為只靠自己有能力平息戰火 鎮壓各路民帝武 事實證明明陽來嚴重誤判了國內的局勢 對緬軍實力過分高估 小瞧了民帝武的力量 最近這段時間緬甸軍隊在於民帝武的戰鬥中 解解敗退 善邦北部的大片領土被三兄弟聯盟佔領 其中的若開軍更是直接攻占了幾個軍事基地 控制了親邦和若開邦的大片地區 國桿地區更是不用多談 基本處於全線失守的狀態 最近這幾天 克倫邦又傳來一個噩耗 緬南民帝武中勢力正猛的克倫解放軍 重拳出擊廟瓦底 直接用高射機槍擊落了緬軍44師 師長埃民老的直升機 導致他和另外五名軍官直接死亡 前線的頻繁失利 讓米昂來面臨巨大的壓力 就連他的盟友都已經倒戈 轉而知是米昂來的副將索文上台 並要求米昂來轉為文旨 雖然索文並沒有表現出篡位的野心 但不可否認的是 戰爭的失利很可能將米昂來推向眾叛親離 在現實的摧殘下 米昂來終於看懂了中國的分量 認清了現實 不然想像 如果他繼續在白索成的問題上 跟中國打馬虎眼 敷衍了事 哪怕中國什麼也不做 米昂來的下場也會很淒慘 所以這次移交白索成等人 緬甸軍政府非常乾脆利落 也沒搞什麼畏罪自殺的戲碼 甚至還同意了中國在緬甸建設印度洋港口 讓我們在馬六甲危機面前多了一個選擇 這失誤者為俊傑 當然白索成歸案並不代表電炸這事接受了 據了解 白英蘭等私人仍然在逃 廟瓦底的KK園區也沒有徹底覆滅 所以看著吧 接下來緬甸還會有好消息傳來的 好 本期的話題就論評到這裡 我們下期見